大家好,感谢您观看韩媒频道,我是韩媒,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我这个视频呢,我想说说关于这个郭文贵 很久没有说郭文贵了 因为不是很了解它,不知道它发生了哪些个事情 但是呢,昨天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 就是郭文贵那个盘古大关要被拍卖了 我相信好多人应该听说了吧 他那个盘古大关在他的三号楼有三十一套 看多少套 四十一套 四十一套这个高级公寓要拍卖 这个拍卖啊,是有一定的程序的 是有程序的 像这样的,像这么大的量的呢 一定是程序还是蛮复杂的 据说呢,郭文贵好像好长时间没有那个肉身出现了 可能是在盲语这件事吧 我们猜测 这个拍卖呢,现在进入了倒计时 说是八月三十一号十点钟正式开始开拍 我是买不起了 我是买不起 网友可能是那个绝大部分人,大家都是买不起的哈 不知道谁买得起,不知道有没有人买得起 不知道周立波的那个,周立波的那个某某应该买得起吧 周立波也应该买得起哈 它是这样的 总价呢,起拍价是29亿人民币 它的市场价呢,总的是35.4亿人民币 这是总的 要说,要说也不多哈 据说起拍价呢,一般的来说在这个市场价的 嗯,在市场价的基础上打6.9折到8折 所以拍卖的时候呢,如果是在起拍价就拍到的话 其实还是挺,还是蛮划算的 嗯,但那个单套的 单套的市场价呢,是这样的 单套的市场价,总价在1亿人民币以上的 一共有6套 其中最高的,最高价是1.2亿 最低是5409万 9000万以上的有11套 8000万以上的有13套 5000万到8万,剩下的都是在5000万到8000万之间 其中的这个最贵的一套呢 是1.2亿人民币 起拍价是8347万 8347万 这呢,是一个667.71平方米的一个 都是那个,都是公寓了 都是公寓 才600多平米 国内的那个房子啊,尤其那个高层 那个,就是公摊面积特别特别的大 像这个600多平米 667平米 市里面积可能 我不知道多少 可能也就600平米吧 而且600平米呢,还是那种那个 包括那个,就是说从外面凉的 包括那个墙的那个厚度 实际上呢,可能就相当于我们加拿大的 没准也就 550平米 要不要减去50平米啊 650平米 650平米 650平米相当相当小 相当小,我都没有见过那么小的房子 不对,600多平米是6000多尺啊 其实挺大的 其实挺大的 其实还挺大的 哎呀,其实要说这个钱的话 8000万 8000万 相当于加币的话 1000万 1000万 在他盘古大关那个地方 600 600多平米 相当于6000多尺啊 还可以 可以,其实不贵 其实可以 其实,其实相当不贵 他那便宜的呢 最低的是5409万 嗯 起拍价是5215万 可以啊 这个面积是646平米 是一个,是五层的 这可以,其实 其实,其实不贵 他那些债权人应该是 债权人就搞一套呗 他这个房子2008年 2008年开盘 现在2018年10年了 10年了这个房子 还可以 说是2008年开盘的时候 是6万5亿平米 现在涨到了 2015年就涨到了16万亿平米 不知道这个房子 到底跟郭文贵还有关系吗 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啊 他 这盘古大官他就是一个法人了 他是一个法人 嗯,不知道他占多大的股份 其实中国呀 也就是没有地税 中国没有地税 他这个房子呢 要是有地税 要是有地税啊 在加拿大或者在美国 美国地税比加拿大要高很多 嗯,加拿大的地税呢 像那个 嗯,多伦多好像是 嗯,0.9%吧 温哥华只有0.5% 然后我住这个地方呢 是百分之一点几 美国好像基本上都在 百分之三左右 你想他这些房子 他控制这么多年 他要是受地税的话 得交很多很多地税 地税就交不起 这就是为什么在美美 人们并没有去追求说 住的房子越大越好 并没有 因为你要是住那个大房子的话呢 你这个地税交不起啊 我曾经看电视呢 有那个,有这样的节目 我曾经看一个节目呢 他叫John and Kate Plus Eight 就是呢 那个他们家那个老公呢 叫John 那个John呢 是一个那个韩国人后裔 韩国和德国人的后裔 嗯,那个Kate呢 是一个白人 他们两个呢 生不了孩子 然后就去做那个试管婴儿 第一 第一次呢 做试管婴儿 生了一个双毛台 第二次去做呢 不得了 成功了六个 三个男孩三个女孩 结果呢 他的这个六个孩子呢 他就都生下来了嘛 生下来以后呢 因为那个Kate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护士 是一个护士 然后就把这个孩子呀 养得都特好 他那孩子养得特好 呃,电视台呢 就从这小孩 就刚刚那个 不到一岁的时候 然后就拍 就做一个兽 那个兽就叫 杖人Kate Plus 8嘛 那个 我就是从头看 他那个节目 然后呢 他们还给他们家 就是盖了 盖了一个房子 盖了一个房子 特别特别的大 然后那个房子呢 后来 呃,这个节目做到 那个 做到半道呢 他俩就离婚了 离婚以后呢 就那个 地税 他们是付不起的 付不起 后来那个房子 好像就卖掉了 呃,电视呢 还有一个节目 就是他好像 我不知道他什么方式 抽取的 然后呢 他就给你那个 如果一旦抽中你的话呢 他就帮你建一个房子 建一个很大的房子 这个房子 一旦交付给你的话呢 这个市政府 就会按照那个房子来 按照市场价来估值 然后估完了以后呢 就要收你递税的 每年收到递税的 人家那电视台呢 就给你做这节目 对吧 给你抽了这个房子 给你这个房子 但是并不是 并不可能说 一直帮你交地税啊 所以呢 那些个房子呢 那些人呀 就那穷人啊 收了这房子以后 地税交不起 地税交不起的 后来就没有人参加那节目了 因为地税以后交不起 你要不了这房子 我以前还做了一个节目 我以前还做了一个节目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那个 他是瑞典 瑞士的 瑞士和瑞典 我老是分不清这两个 是瑞士的 然后他爸爸 他老爸去世以后呢 他老爸有钱 然后他老爸去世以后呢 就把一个很大的房子 相当的漂亮 相当的大的一个房子 在湖边的 然后就那个留下来 留下来之后呢 因为他那个 他和他的两个姐姐吧 就是没有人 那个比他爸爸的 那个收入更高一些 他爸爸好像是一个科学家吧 没有比他爸爸收入更高 所以呢 谁都要不起那个房子 地税 地税搞不了 所以在国外啊 这个地税是很厉害的 中国呢 他不收这个地税呢 政府损失很多钱 损失很多钱 中国呢 曾经呢 试图要推出这个地税呢 但是实行不了 我想呢 这个阻力不是来自于老百姓 不是来自于老百姓 应该是来自于那个 对吧 还是来自于他们那个 就是谁拥有 谁会交的更多呀 老百姓的那个房子 肯定是拥有的是 最少的和最便宜的 对不对 然后那些个富人啊 还有他们那些个高官呀 什么的 都有可能拥有 挺那个比较高价值的 你像郭文贵的这个房子 如果从2008年 他到现在空置 如果说按照这边呢 来收他的税的话 他不得了 他不得了 他早就破产了 他那些个债权人 倒了霉了 其实他这个房子呢 郭文贵他可能本身 他那个没有 他没有多少这个 在里面 没有多少的投入 没有多少投入 在中国呢 盖房就是三脚寨 在中国三脚寨 都欠 欠人家那些施工的 那些如果是几次转包的话 反正就中间这些 都欠 那些什么信念生 什么的 曾经去年的时候 十几个对吧 到这边来诉这个郭文贵 到这边诉郭文贵 好像其中有一些呢 是在中国已经有了 这个仲裁的决定 或者是法院的决定了 他就是来执行的 好像有一些是这样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呢 就是已经裁决 或者已经判决的那些呢 这次一拍卖 应该能拿到钱了 那些还没有判决的 那个呢 看这拍卖完了以后呢 能不能分完 如果已经分完了的话 那些没判的那些 就倒了霉了 好 关于这个郭文贵的这件事呢 我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